大家好,我是阿Wing,歡迎回到HTML教室 今天我會教大家用一種CSS 去修飾我們之前的HTML網頁 因為我們之前的HTML網頁都是黑白色為主 跟我們平常上的Yahoo,Google和一般網站是不同的 因為他們會裝飾得很漂亮 如何裝飾得很漂亮呢? 就是用一種CSS的語言去修飾 如何可以修飾得到呢? 我們可以開始試試 時間關係,我就在上次的WebFolder開了HTML 叫做Style 這樣就打開最基本的東西 CSS可以有三個方法加入HTML 第一個方法就是寫一個外置的檔案 叫做CSS檔案 然後把我們要的Style寫在裡面 然後再匯入HTML檔案 第二個方法就是在Head裡面 用Style 去填寫CSS檔案 然後把CSS檔案 然後把CSS檔案放進去 然後把CSS檔案放進去 另外第三種方法就是 例如我們有個Tag 我們可以在這裡 用Style 填寫我們想要的格式 我們想要的修飾 今天就教大家 用在Head裡面Style 我們有不同的Tag,例如我們會選擇身體 身體可以選擇背景色 之後選擇顏色,可能想要黑色,可以直接選擇黑色 之後儲存 看看網站就會看到背景變黑色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Tag 名字 例如Body Tag、Paragram Tag 想要有什麼元素 例如顏色是想要白色的 大家就會看到 我們打的東西顯示在網頁上 除了可以直接選擇顏色外 我們可以用一些RGB Color Code 去代表 如果是黑色的話,我們可以試試藍色 這隻是藍色 這個 把它抄襲 之後 就變成了 CSS我們通常都是Name和Value 一批一批去做 我們有什麼 名字可以定義,他們的數值是多少 在下課之前 在下課之前 就教大家上個網站 就叫做W3 School 在一個比較好的網站去學 網頁設計 例如你們可以上去試一下 它有一個模擬器 可以測試到效果 這裡就是我們一些 CSS的例子 大家可以參考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下次會再教大家其他東西 拜拜